Pro Max 更新 Apple Watch Apple Park 苹果发布会都有哪些亮点呢 今天我们现场和大家做一个发布会中间 这次发布会开头就直接说 咱更新的是 Watch 以及 iPhone 首先第一个更新的就是 Apple Watch 出了一个全新的粉色 这个粉色在手上其实是比较淡的 并不是特别明显的粉色 搭配其他表带应该也问题不大 以及 Ultra 也出了第二代了 主要更新的就是屏幕更亮了 300尼特巨量 续航式普通充36小时 充电模式72小时 如果不喜欢充电的话呢 就可以考虑 Apple Watch 那今年这个手表和 Ultra 都更新的功能呢 就是手势遥控 可以去浏览菜单 而且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图标显示 你正在滑动 如果我们的按闹钟 它也可以直接开始 暂停以及结束 如果我们早上有闹钟呢 也可以用它来延迟再想 打开相机之后 这样双点一下手指呢就能拍照了 这功能呢要举起手 对着看手表的这个角度才能够起作用了 没有办法在背后啊 或者在睡觉的时候进行 Up 的操作 另外 Siri 可以直接回答 记录健康的数据 比如昨晚睡的怎样 应该也能问最近一个体重趋势 心情记录状况 对于关注自己的健康还是蛮有用的 如果大家想对比尺寸的话呢 最主要是 Ultra 中间是 40 顺 然后右边的是我的 41 搭配衣服 这个就会显得比较大 这两个我觉得还可以 女生的话我觉得 41 够了 男生可以选这两个 那喜欢运动的女生这个也可以考虑 这几个 iPhone 颜色都是糖果色的 我感觉这次 iPhone 的更新 就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林冬岛也可以使用啦 iPhone 15 有了 A16 的芯片之后 可以直接转写云香 但是在内陆的时候好像用的比较少 这种渐变的壳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这个是黄色 我这一身很搭耶 这个薄荷绿一样的颜色也是很好看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稍物沉稳的一个颜色 但这个磨砂质地还是非常好看的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 苹果还出了一个新的手机壳 它的质地是有点像衣服这样的 有一个搭配的卡套 这个是更为环保的一个材质 因为苹果很重视环保 所以依旧没有充电头 所以呢这时候就可以安排上了 买新手机壳 用且可靠的充电设备也很重要耶 这就说到我回国两年 用的最多的充电品牌安克 今年安克出了新的安心充 Ultra 一来是30瓦 充电速度杠杠的 30分钟就能给Pro Max充电50% 今年的设计带植物脉络的纹理 颜色也很好看 很有质感的莫兰迪色系 和苹果新出的CC苹果 胭脂线好搭 有种法式的优雅 我超爱 而且很小巧 有折叠脚 非常好携带 里面的绝缘设计细节也很用心 有PD协议 并且大换加芯片 全天自测纹600万次 保护手机不发烫 安全快充 不伤机 悄悄说我最喜欢白色 经典买的 最后就是我打算买的Pro两款 这个是Pro Max 它现在外面用了一个新的材质 是泰的 拿起来真的是蛮轻的 原本这个进银键 它有一个新的功能 可以自定义不同的按键 你就可以用来长按它 控制拍照 长按开闪光灯 另外虽然这里只有三个镜头 但其实它有多个焦倍率 所以0.5倍速之外 1倍速可以直接调整 不同的焦段 可以2倍 5倍放大 那其实相当远的东西 都可以拍得很清楚了 前摄像头 我觉得依然还是 皮肤所有细节都非常真实 就其实我个人呢 还是希望它前摄像头 可以再优化一下 这样方便去拍Blog 15 Pro呢 是三倍放大 另外一位 加载了新的芯片 所以打游戏起来的 会更顺畅 这个呢 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上次和Pro Max的主打 就是专业功能 主要是在摄影 和专业使用上 另外现在手机都变成 USB-C接口了 这样出行的话呢 充电会方便很多 而且可以给其他设备 去充电了 来发布会之前呢 我以为我会有一个 特别喜欢的颜色 但发布会之后 我发现每个颜色 都蛮好看的 我感觉这一次 就是iPhone 15和Plus 它的颜色非常戳动 然后Pro和Pro Max 就是感觉非常专业 包括它的摄影技术 它下载演示片中 有展示 平时的ProRes拍摄 可以直接外录 然后就可以录4K60帧 Pro Max因为有了USB-C接口 可以直接导到其他设备上 那在日常使用中呢 像我们平时用这个麦克风 那我在用手机和相机 之间切换一下 用不同的插头 都用USB-C的话 就非常方便 Pro Max还有一招 可以直接录制 Special Video 这样用Vision Pro 可以直接看立体录像 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呢 据说Vision Pro 夏年销售 就有稍微期待一下之后的 这种生活记录的方式 这次我最被安利到的 就是白色的Pro Max 以及粉色的Apple Watch 那大家觉得哪一个产品 最喜欢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 跟我分享 那现在我就去吃饭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